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退休军公教年终慰问金政策可能有变数 行政院遭到自家立委批评处理不恰当 今天行政院长陈冲参加党团大会 试图凝聚党团共识 不过开完会之后党内还是没有共识 要在12月才做一致的决定 明明年终退休金在10月23号已经拍板定案 却遭到自家立委批评处理不当 行政立愿不同调 陈冲亲自出席国民党党团大会做说明 行政院态度从10月23号下午开始 到这个礼拜二总执行结束的时候 其实关于同一个问题 我们的讲法都完全一致的 会定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就把过去每年定义的思想 把它制度化 陈冲上台报告15分钟 亲自与党团面对面协调 企图凝聚党内共识 不过开完会后 当内立委对于年终未问金 还是有所争议 我觉得应该要打折 甚至要部分删除或者设定一定的门槛 来进行来发放了 国民党级委员仍然有不同的意见跟主张 党级委员同意 也取得陈冲院长的谅解 我们认为这只是针对有关年终未问金总预算案的第一次说明 就算陈冲院长亲上火线做说明也没用 来因立委意见不齐还要与政院协商 要在12月才做出一致决定 新唐人亚太电视陈辉瑶 张元亭台湾台北报导 家沙次没有电视频 水一终� 青露 雪一春